这是哪个不长眼睛的鸟 在我车上拉屎啊 老公 干吗跟鸟跪不去啊 不要紧的 找时间 给车坐一下保养不就行了吗 不要紧 开着有鸟屎的车出去 多没面子 我怎么跟人谈生意 你多学学我 一点小的瑕疵都不能放过 对于新月的学习要求也不错 这也是一样的 还说去4S店保养 擦个鸟屎就去4S店 那得花多少钱呢 我这么花钱 你能住得起别墅吗 我终于知道新月 为什么每次考试都不是第一门 就是你对她的要求太低 我再提醒你啊 开放日 新月必须做好十足的准备 校长开放日那天会去幼儿园呀 你哪听清楚了 以你老公这人脉关系 消息什么时候错过 太好了 你们妈妈们在一起啊 不要只是互相叛逆 老公 你不要这么说我嘛 那我没有这么好的老公 这么好的女儿 我干嘛不跟人家比 谁都比不过我的呀 这话我爱听 所以啊 你就更要好好珍惜 现在的生活 珍惜你老公我 珍惜咱们这个家 把女儿好好培养好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